前总统马英九前往新北市淡水老街的妈祖庙福佑宫 参加发春联活动 马前总统先到福佑宫参拜 并且自证了开春红包 而庙方也回赠虎年的特制纪念碑 农历新年将至一年一度的前总统马英九春联出炉 而马英九在上周六也来到了新北市淡水区老街上的妈祖庙福佑宫 进行发春联活动 而在发放春联之前 前总统马英九先去到福佑宫参拜 并且赠送开春红包 而庙方也回赠了福佑宫为今年新春虎年所制作的纪念碑 而今年虎年春联 马前总统再以亲笔书写 将这副春联亲手发给民众 碎石手流蓝色区 下连是年峰凝土小中心 前面四个字是讲的缘分 从楼年变成五年 下面谈色区变小光星 也是来自于昂朝初年的大诗人 谈色区有一个用意就是 能够去救引心 希望过去一些不好的负面的事情 能够离开我们 然后呢 小光星 小光早晨的阳光 展现出一个新的气象 前总统马英九在句词时提到 这春联最主要的是 期盼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此刻 疫情能够尽快结束 让人民过一个新生活 而内容当中 虽此宠流主要是讲时序转变 而寒色区则是代表过去负面不好的都送走 迎接新的一年 用词是出自于唐四大诗人 吸睛手碎的那首诗 能请代表我们淡水的月光 再次欢迎我们马前总统的令 希望借由我们马前总统的号召 来我们参拜马 让马主的神威在前线 让我们新冠肺炎疫情能够找出的效果 现场在老街浮游宫前广场 许多民众也都来排队领取春联 而在领取时 也都与马前总统进行合照 庙方主委表示 也欢迎马前总统 到胡佑宫来 也为淡水老街多了一分过年喜气 更期盼就像春联上头所写的一样 新冠疫情尽快过去 来迎接充满希望的一年 记者许多人一代春赛方外道